哈喽 哈囉今天是2020年的 1月2號 也是我的日記的 第一天 其實 想拍很久了 但是一直沒有勇氣 但是覺得說 20年想要給自己一個新的目標 就是 希望每天都可以上傳自己的一些生活紀錄 這幾天翻到以前的照片 就只能說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真的是很棒 如果沒有留下來 就是可能會後悔 所以就來開始我的一天 其實我今天起床其實蠻晚的 一直在床上來床 所以這樣已經3年快半了 那說到今年 為什麼會想要開始紀錄 就是因為今天我有一個目標 我想要上大學的業務部 我只有高職學歷 雖然說我只能上一般的科技大學 但是我覺得這樣就已經很足夠了 那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我要把我上個禮拜集前的 預備好我的智傳還有備上資料 跟一些作品集 那為什麼會有作品集呢 因為我這幾年都是在做攝影師 所以我有蠻豐富的作品 然後希望這裡能夠為我的加分 而這些事情是我預計的來 去年最好做完 但是 因為我過年 跨年那段是認太 所以就一直偷偷偷偷到今天1月2號 我再來開工 有點危險 希望我能專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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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 Hot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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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設定菜單是雞活 還有炒飯 我都一直做 到我都被想過了 要給你一個星球 不太緊張 Oh my god 我第一次看到雞火本了 我剛網上教學的是要用麻油 可是不可以放麻油 所以我中油 所以我想說 我用油下去給你加一碟 有些熱水 要炒第二道菜 火藥 火燒 肉 肉 牛肉 骨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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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 今天是会坏的吧 骨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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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